今年第五号台风丹纳斯 持续影响日本西南部多地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 21号和22号暴雨天气 覆盖九州北部和中部地区 目前恶劣天气引发的事故 已导致一人死亡 一人失踪 在九州中部的雄本县 暴雨导致多条河流上涨至警戒水位 与此同时 该县菊池市22号上午 向全市3000多户家庭 超过8000人发布避难指示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 此次暴雨还导致 左鹤县一处河堤部分单踏 施工人员随即展开修复作业 预计22号可以完工